地貌德前书第六章 凡富恶为奴隶的,应认为自己的主人开受各种尊敬, 以免天主的名号和道理被人亵渎。 奴隶若是有信教的主人,也不可因他们是弟兄,便加以轻视, 凡要越发服侍他们,因为得服侍之慧的是信徒, 是可爱的弟兄,你要拿这些事教训人,劝勉人。 若有人讲异端道理,不顺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健全道理, 与那合乎前进的教训,他必是妄自尊大, 一无所知,患有辩论和舍战之辟的人。 由此而生出极度,争吵,谩骂,恶意的猜疑, 以及心思败坏和丧失真理者的口角, 他们以为前进是获利之源。 的确,前进是一个获利的复原, 但应有知足的心,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 同样也不能带走什么, 只要我们有吃有穿,就当知足。 至于那些想望致富的人,却陷于诱惑, 堕入罗网和许多背离有害的欲望中, 这欲望叫人沉溺于败坏和灭亡中, 因为贪爱钱财乃万恶的根源。 有些人曾经贪求钱财而离弃了信德, 使自己受了许多刺心的痛苦。 至于你,天主的人啊, 你要躲避这些事, 但要追求正义、前进、信德、爱德、坚忍和良善。 要奋力打这场有关信仰的好仗, 要争取永生, 你正是为此而蒙兆, 并为此在许多证人前宣示了你那美好的誓言。 我在使万有生活的天主前, 和曾对班阙比拉多宣过美好誓言的基督耶稣前命令你。 勿要保守这训令, 不受玷污, 无可指摘, 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显现。 在预定的时期, 使人看见这显现的, 是那真福, 唯一全能者,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是那独享不死不灭, 住于不可接近的光中, 没有人看见过, 也不能看见的天主。 愿尊崇和永远的权威归于他, 阿门。 至于今世的妇人, 你要劝告他们, 不要心高气傲, 也不要既往于无偿的财富。 唯独既往于那将万物丰富地供给我们享用的天主, 又要劝他们行善, 在善功上致富, 甘心施舍, 乐意通财。 为自己积蓄良好的根基, 以备将来能享受那真正的生命。 地貌德啊, 要保管所受的寄托, 要躲避凡俗的空谈, 和价冒知识之名的反论。 有些人自从有这知识, 但终于失落了信德, 愿恩宠与你们同在。